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俄罗斯农业的实力也在不断增强 我们仍在奋力获取中国的猪肉市场 目前还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中国朋友会有所行动 目前朝着这个方向的一些措施已经实施 中国关闭了部分美国进口产品的市场 俄罗斯希望用自己的生猪供应填补空白 美国依据301调查结果 列出了对中国商品征收重税的清单 中国得随即依法对美产品采取同等低度 同等规模的对等措施 其中上榜的产品就包括猪肉 荷兰合作银行的2018年第二季度猪肉报告称 中国对美国猪肉征收的爆破性关税 可能会让美国猪肉生产商的每头生猪损失6到8美元 今年1月份 美国对所有市场的出口量年比增长5% 但由于中国爆破性关税带来的不确定性 最近美国的出货量有所放缓 俄农业部长亚历山大特卡乔夫 4月份接受塔斯社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企业未来几年将抓好粮食加工生产 积极推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肉类出口 亚历山大特卡乔夫指出 除粮食外 俄罗斯其他农产品的出口也在增加 包括鱼类 猪禽肉等 到2024年 俄食品出口有望超越400亿到500亿美元的区间 目前 俄罗斯正在积极解决中国市场的准入问题 中国养猪网 2018年5月10日09 9月10日09